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你为什么会加入无缝 这位刺客 家入无缝的人 大多都不知故土 不明去路 人生飘摇 命如衰草 要么是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 被无缝收留 习惯了听命 要么是心有所恨 意有难平 想要借着强大的力量去复仇 那你是哪一种 你知道棺材子吗 是死去的妇人 从棺材中生出的孩子 没错 我就是棺材子 一个老乞丐发现了我 把我救了出来 并将我养大 我叫他爷爷 我叫他爷爷爷 有一年初夕的时候 爷爷看九四的门口 有些不要的冷包子 便想着给我 却被当成小偷 被九四的几个恶霸给打死了 当时我丝丝咬着那个恶霸的手 他说我是狗 把我打得头破血凉 我都没有松口 后来 后来 无风的人在路边 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我 把我带了回去 那年 我七岁 在无风里 在无风里 听话不反抗 让自己变强 并通过不断地争夺 才能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活下去 我只是想要活下去 我只是想要活下去 你现在已经不再无风了 不要再害怕 逃不掉的 我只是想要活下去 无风有一种药 叫半月之影 就是那时 我才知道无风是由的半月之影 就是宫门专属研制的密药 有实性制约 无风将半月之影 做了一定程度的改造 去掉了会让人手腕 产生黑线的毒性 变得更加硬币 虽然我不知道 无风为何可以得到 实性制约的药法 但在我研究 我已经确认给我的 那颗无风死时候 我确定 那就是改脱幻灭的实性制约 那就是改脱幻灭的实性制约 除了 其中 盈轩并不相信我 直到我陪他 度过了最痛苦予计时之期 并且她的内力一天天增强 她终于相信了 她告诉我 这是她第一次 觉得也许可以真正拜托我 书桌上这张纸是你留的 你想谢我 但是不好意思直说 所以给我打这个资名 岂为讨 为生意讨之中 岂不是谢字 在无风 无穷无尽的残酷训练之中 每天唯一的乐趣 就是和姐姐玩字迷 你姐姐 我们是在无风认识的 她认我做姨妹 记得我要咬舌自禁的时候 你说我懦弱 死亡是会把痛苦转嫁给为你伤心之人 我那时想起的就是姐姐 她没有亲人 我也没有 我当时就在想 如果我死了 姐姐一个人 该有多难过呀 所以我才选择做你的妖人 所以我才选择做你的妖人 我才选择做你的妖人 你现在在宫门里 你很安全 我不能留在这里 我不能留在这里 你不喜欢 不喜欢这里吗 月婿 听你说起那么多江湖往事 那时我也很想望 我从出生就待在这片后山 这里的日子 也确实枯燥 我明白 不 我喜欢这里 如果可以的话 我愿意留在这里一辈子 我愿意留在这里一辈子 那就留下来 留一辈子 你不了解五方 如果我留下来 只会给你们招来灾火